在鲁南的内河航运改造设想上 海带省在建国后第15个年头 就开始不断地论证 讨论 不过在海带省之前 这些想法是由怀伟在琢磨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石良河水库的竣工 当石一水泉流域新增面积1万平方公里 新增水交地面积更是不计其数 一举让曾经因黄怀灾害 亩产只有60斤不到的土地 进入到了优质耕地范畴 第一波人口大爆发 就是跟水利工程息息相关 单位亩产 农产 以及移居土地及大地增加 新中国的 新 在这里不过是冰山一角的巨线 怀伟原本是叫水利部制怀委员会 后来叫水利部淮河水利局 从名称的变迁 一个字的改动 背后其实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大会战 才解决了这片广大地区的吃饭问题 鲁南粮仓这四个字 放眼历史长河 不过是微不可查的一段时间中 突然冒出来的 只是受限于建国初期的技术 资金限制 怀委的诸多大胆设想 也只能存文存当 当时世界范围内而言的顶级水利专家 在中国是不缺的 可惜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硬件太差 软件再怎么优化 天花板很快就会摸到 而人口大爆发没有多少时间 鲁南地区就形成了非常广泛的农村群落 以极为夸张的形式 分布在以水沿岸 分移入树工程周围 这就让许多极为超前的方案 不得不因为人口的负极而放弃 因为在怀委的最初设想中 会在石良河水库 小塔山水库的上游 设置调序人工湖或者湿地 有一个方案中的 一号人工湖设计指标 是十平方公里 作为分移入树 二期通行工程的补水水库 二号人工湖则是专门 为以水中上游各种工厂准备的 但是直到怀委改了名称 也没办法实现 因为当时的天才工程师们 一没有想到人口能够大爆炸 二没有想到工业产能也会大爆炸 可以这么说 除了这群天才们的掌舵人 根本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短短数十年 工农业总产值就能超了前苏联 去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之后 老怀委的想法彻底没了希望 因为水利工程是最吃资源配置的 最次也是百年大计 马虎不得半点 只是怎么说呢 有么鹅子乱入和没有么鹅子 那是两回事 水利不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 还真就屁颠屁颠跑去齐州串门 毕竟怀委的辖区就是淮河流域 从行政单位来看 就是包括了海带省 这一点倒是跟一千多年前的体制 没啥区别 一个个兜水大使都挺有梦想 以前没钱怕做当代隋样帝 现在不一样了 隋样帝在隔壁两江省 他可会败家了 爱他 这个项目是论证过的 主要成本就三样 一是跨省建设问题 但现在这个问题不复存在 在华东六省一市和中原省的大基建框架下 中央的工作小组是可以挂帅的 至少水利部可以牵头吗 有个老头在齐州的省府大院挺激动 他刚从京城坐火车过来 之前跟 航天大院的人聊过之后 才知道这年投稿前已经智能化了 甚至在豪敬奥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塞恩工程奖 面向的是全世界顶级工科天才 拿到这份大奖奖金的天才 都可以获得工程院万神殿中某个大神的栽培 当然栽培形式不好讲 可能就是帮忙开个课题在某所工科院校 现在这份奖学金的宣传还比较小众 豪敬奥在国际上的名声 终究跟学术不太搭建 只是有无问题 已经够让水利部退休的老头老太们激动了 人家是真有钱 第二 跨省的洞签赔偿问题 地方政府各自按照辖区标准执行即可 在房屋拆迁 土地赔偿上 也同样可以请中央的同志来监督吗 第三就是技术问题 也是资金问题 目前淮河流域的工程装备生产单位 已经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如果动员起来 执行大会战 八十公里长的二七工程 完全可以在两年之内就竣工 接待厅里头烟雾缭绕 省府大院出门左拐的一家鲁菜馆内 沙石战略部 有人正在训着九转大厂 他们来海带省的业务量大 1月10号是腊八节 31号就是除夕 这种年关摸底 考察 对沙石系 的管理层来说 是成本最低的时候 因为年关的时候 花钱走关系最轻松 到处都是熟人 到处都是朋友 省府大院里头来的老干部 老专家 他们是知道的 但并不关心 沙石战略部 得人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 习惯了在现有的图纸上 放飞想象力 最重要的一点 在被告问题上 老板乐此不疲 几次跟外界的斗法 都是以老板的大货全胜位结果 来海带省之前 在广陵市逗留了几天 主要是年底考察一下 国际商贸城 现在已经初步完成了 区域中心批发市场的功能 其配套完全对接健康 当然上税还是在广陵市 这也导致健康市在城市发展时 原本在江北地区的资源倾斜 正常来说就是10%左右 如今飙升到28% 基本可以试作达到了30% 陆桥配套跟广陵市本身的计划同步 这也让两市边缘地带的过渡 从过去的参差不齐 变得融为一体 反馈到收入上更直接一点 两市交界处的农民收入 基本都翻了一番 原因就是服务业增值 批发市场需要大量的 衣食住行从业人员 健康市在交界处设置了 一个短途汽车站 除了正常的乘机客车 还有跨市公交线路 这些操作 都是沙石战略部要考察总结的 之后在别的城市投资 也会跟当地政府进行沟通 谈判的时候 需要引用健康广陵城际互通案例 都是倒逼出来的产物 但效果确实挺不错 虽然也滋生了大量负面社会情况 不过总体评估随着 区域公共安全建设推进而不断提升 此次来海带省 引用的案例除了健康广陵城际互通案例 还有健康 淮西跨省交通案例 尤其是途中的茶饮料基地建设 现在爆发出来的威力相当惊人 途中是新昌区的国民生产总值 从前年的17亿 直接暴涨到现在70亿 也就是说 一个茶饮料基地本身 远远超过整个区的年产值 出现了极为奇葩的地区 企业倒挂 与其说是新昌区的猫猫茶 倒不如说是猫猫茶的新昌区 尤其是入冬之后 开始狂卖的冬日暖茶系列 每个月流量都是五六个一打底 货船排长龙一样 沿着长江往中部地区投放 健康的火车站货运班列 也是700多吨一趟 今年华北地区 因为南郊区的大工城 京城 济北省两地也大开绿灯 基本没遭遇多少抵抗 就拿下了原先济北省 本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而济北省竞争对手 在这种局面下 还在持续着前年的企业内斗 眼睁睁地看着猫猫茶卖报 束手无策 新昌区的这种情况 从官僚角度来看 肯定会有些焦虑 毕竟整个辖区 都被事实上绑架了 但对当地的一般老百姓而言 那真是太爽了 甭管有些声音 说什么出卖灵魂 事实上途中是上上下下 说不羡慕新昌区 那都是假的 什么灵魂 只是七个亿的四呗 这个案例 也是沙石战略部 跟海带省地方城市 谈判的重要筹码 其余估熟式的铝合金加工 地方美食工业化加工等等 都没有这个来得有冲击力 所以水利部的退休老头老太们 在自发性地做说课时 杀石战略部 此次访问考察团 并没有多的操作 工作很急 但心态不急 该吃酒赚大肠 就不要含糊 省府大院出门左拐 老字号甩开腮帮子 就是干 前往以水式谈判 那也要先等这里省府大院的信号 至于老板那里 老板说了 他在东北抢了好几亿的现金 打算过年多给点奖金 老板没打算亲自来一趟海带坐镇 他说他要去东北看雪 抢了几个亿的现金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现在工程都停了吧 难道还有什么进账 这谁知道 老板的鼻子跟咱们不一样 他走路都能捡着金元宝 吃完了一份酒转大肠 似乎是不过瘾 又点了一份 正编排着老板呢 便见外头热热闹闹地来了一帮人 看气场和派头 那就知道是省府大院里面的 不过战略部的人 也都做过独当一面的技术官僚 倒也没有敬畏感 以前或许有 现在是真没有 关起门来也讨论过为什么 最后总结出来的结果 就是一句话 往后惹出什么祸事来 只管报老板名号便是 老板或许不是菩提老祖 但扑你老母这点操作 那是娴熟 又没有半点犹豫 当齐天大圣的感觉 那是真的爽啊 靳总 王总 招待不周 招待不周 哪里哪里 是我们打扰到你们的工作 双方客套了一下 又赶紧互相招呼着入席 原本齐州本地的官场 非常讲究作次 甚至是碰杯式的杯子高低 但这光景气氛很融洽 也就难得放松起来 这次战略部 是由靳东风带队 王一春是副手 靳东风是预算中心总监 王一春是保险保障中心主管 两人搭配 是很有说到的 因为海带省 这里有一项支出是洞签 这年头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拆迁付 的阶段 但因为各省的自有财政不一样 鲁南想要动签农户 总金额可能不高 可拿不出来就是白大 王一春这次过来 就是要根据城乡不同情况 设计不同的方案 跟政府没有关系 而是沙石系在安置过程中 通常会考虑动签工这个方案 其好处就在于 只要沙石系没有吃肉喝血 那么动签工 不管是出于乡土情怀 还是说生活保障 基本都会跟沙石系 在当地的企业绑定 即从外地来的企业 变成我上班的地方 最后变成我单位 企业文化的形成 是有迹可循的 但通常来说 要么是利益共同体 要 能为企业化比能力 无比超群 后者一般企业开创者 领导人有着极强的魅力 沙石系比较混乱 整体上肯定是因为 单位舍得给钱 细节上就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比如说销售港 物流港 下岗工人在就业岗外 这些就主要是因为 张老板的的确确 给他们撑过腰 出过头 沙石系 法务部打得最多的官司 除开正常的商业纠纷之外 就是帮员工维权 而这些洞千工 是完完全全的 张浩南的死忠粉 至于下岗工人在就业的情况 那就更加特殊 也要分情况 丁奎山这种 就属于特别极端 他偏执到认为 自己这余生的价值 就是给张浩南卖命 其余的都可以商量 所以 沙石战略部在权衡过 沙石系的整体发展历程过后 又各自从以前的工作经验中 寻找答案 最后得出的结论 就是以人为本 虽然没有请书法大师 写下来挂墙上 但操作上却时 会从底层群体的客观需求出发 有些吃力不讨好 工作量也会极大增加 不过 只要熬过建设期 生产端的开工 就意味着正循环的开始 这些新增员工也会偷懒 也会模样工 但整体上来说 其劳动积极性 跟归属感是挂钩的 而管理上 又让技术工人参与其中 奖金又跟项目 工期 产量息息相关 于是 监督 自我监督 和互相监督 在沙石系基层 是做得相当好的 并且 尽管沙石系本身305身 不要搞串联 但还是诞生了事实上的 影子工会 这个东西的麻烦之处 不是说会给沙石系 造成什么损失 而是让地方政府提心吊胆 张浩南本人 也屡次邀请社会团体入住 甚至本身就有 政府部门代办机构 常驻机构 为的也是避免 这种事情的影响扩大 尴尬的不会是张浩南 谁觉得头大谁就尴尬 反正目前看来 一线工人还没到 要把老板吊死在路灯上的地步 正是这些多年以来的经验累积 让沙石战略部 在老板把控好方向之后 具体事务的运行 就是奔着提升员工战斗力取的 没有刻意制造归属感 当有完整的组织生活 劳动协作之后 归属感自然而然就有 那么此时任何一种正向激励 都是在增加战斗力 王一春此来海带省 就是受邀之后 就去做以水式的调研 为期十天 总预算四十万 扣除前期动员和调研收尾工作 实际调查报告的统计 汇总留给王一春的 大概也就三四天 基本肯定是要加班的 两江省高层 是知道王一春这好人物的 但海带省并不清楚 只是知道王一春的履历 有过在人事局从事过社会保险监督工作 卤菜馆非常豪华 本来是要开瓶酒的 但静东风已规定喂游 便没有喝酒 而是喝茶 在饭局的聊天中 静东风发现袁怀伟的老同志 明显更有想法一些 本地省府大院的人 并不追逐一两个县 或者一个地级式的产业结构调整 说到底 还是屁股问题 省府大院肯定要总览全局 不可能只盯着一两样 尽管这次十字花科蔬菜和苹果的对外出口风波 给其周方面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显然不会因此就被牵着鼻子走 双方的试探浅尝折止 但对退休的老头老太满而言 还是扎摸出一些信号的 那就是 沙石系的兜底能力非常强 强盗可以直接下沉到一线农村 做好岗位分配工作 这需要企业具备非常庞大的规模 以及岗位需求量 发展潜力 还有最基本的资源配置 更深层次来看 那就是这样的企业 在分配问题上 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经验 并且 分配问题暂时还没有成为问题 饭局的节奏很慢 静东风和王一春等人 也都是熟人老油条法则 战略部的底牌 以及战略目的 根本没有泄露半点 这让本地省府大院的人 其实心里头有点抓耳挠腮 要知道 就在几天前的多媒体会议之后 市场上降菜相关产业 直接普涨 连股市都跟着蹦打 各种财经媒体分析这个那个的 内幕其实就一个 沙石系在降菜 这个领域下了重注 未来一年 紧大白菜外部需求 就有110万吨 真真假假的消息满天飞 但基本都是当天会议结束之后 泄露出去的 一个基本事实就是 沙石系要进场 这也导致乳南蔬菜批发市场 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很多举债借钱 想要过个肥年的二道贩子 接下来一个星期 要是再没有足够的货源 基本不用过年了 连正月都不用过 有多远逃多远 而蔬菜水果出口贸易公司 更是遭受重创 地方政府的底气大增 农户也因为是场型情波动淡定了起来 地头价一吨大白菜 抬到了300块 就几天时间 暴增整整60块钱 市场压根就不理性 普通农户之间 甚至还炒起了货 农村小市场前所未有的热闹 像极了乞丐版的期货市场 不过沙石系给的兜底价格 就是一吨260 行价高了低了 都是无所谓的 反正炒货的崩了 也不会真就让大白菜 全都买雪地里 该卖给沙石系的 都会卖 没办法 市场上真正被普遍接受的大户 其实就沙石系 哪怕政府采购 都只能应对个靶箱 是不敢给全县 或者全市种植户 拍胸脯保证的 供过就是一念之间 扛不住风险 就别想大胆吃走利润 省府大院 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老怀尾 退下来的老干部们 虽然心情不错 但饭后也扎没过来 发现进东风也好 王一春也罢 一直都是展现出 自信满满的一面 表现出对自家企业实力的 强大信心 多的 就没有了 也是老油子 送斗进东风 王一春一行人之后 省府大院的人 抽了一支饭后烟 对考察团 做出了很直观的评价 能进沙石战略部 肯定不会见识少的 聊了一会儿 因为啥也没掏出来 让一水师的副市长 现在有点头大 机会这种东西 谁还能嫌少呢 大白菜要卖 苹果肯定也要卖 但他肯定想卖更多的东西 比如多媒体会议上 财神爷说的 果蔬加工设备 现在更是要再幻想一下 如果以水是能多一条运河 或者内河航线 但凡能通淮河或者豫州 随便哪个海港 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可惜 这个超级大的饼 是他们自己想象的 跟沙石戏无关 而在接待宾馆内 静东风打了个电话去健康 然后说道 齐州方面 对鲁西接入大运河 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对鲁南 或者说以水是能够接通 两江省内河航运网 应该内部有想法 但还在犹豫 掉一下胃口 消息放给以水是下面各线 尤其是一平线 这样应该会主动 配合我们在基层市场的搭建 避免企业形象上的损失 就是耗费时间了一些 要想站住脚跟 没有地头蛇 向我们靠拢 我们作为过江龙 就更要下到基层市场中去 拿住了农村市场 净退在我 确实 现在不管哪里 要开我们游 就要先从农民身上 多少刮点肉下来 靖东风笑了笑 胆开道 也不知道这算是绑架呢 还是说践行到群众中去 浩南 今天咋回事 是没胃口吗 吃这么少 槟城开发区的一栋别墅里 于文静系着围裙 还在从厨房端菜出来 都是家常菜 于文静和婆婆魏秀敏 一起张罗的 也有亲戚 酿家来的也不少 王爱红兴头不错 喝了两杯 不过不是白酒 而是普普通通的桂花米酒 从姑苏专门运过来的 倒不是说这酒多好 而是之前做 长途保鲜保温测试的时候 其中就有桂花米酒 不喝也是浪费 还别说 热一热 女人们都挺喜欢 不过快活的气氛 因为于文静一句吃这么少 搞得不少人眼珠子瞪着 一脸的不可思议 张浩南光奥饼就吃了五张 大鲫鱼都是一斤半一条的 她一个人吃了两条 还有霸鱼饺子 是于文静一个老嫂子自己做的 大家也没数 就看着张浩南一口一个 跟赤炒黄豆似的 这已经很夸张了 结果于文静却说张浩南没胃口 一会儿还有事 吃太多容易不消化 说着张浩南筷子伸向了锅包肉 他是真爱吃这个 爱红 不会撑着吧 王爱红去厨房盛饭的时候 他老娘拉着他衣袖问道 这才到哪儿啊 还有汤呢 魏秀敏一脸无语 他在沙城也过了一回年 不是不知道张浩南能吃 但没见过张浩南甩开塞帮子开干 关键是真能塞进去那么多 这放解放前 地主能请这么个玩意儿帮忙 我的妈呀 老太太对张浩南能吃印象 还只是停留在电饭锅一个人干完的记忆中 当时他只当是张浩南兴致高了 稍微吃多点 现在想想 人家挺克制的 老王 雪城那边这几天先不要过去 捞了一碗小鸡炖蘑菇 张浩南喝了一口汤 想起了什么 然后跟王爱红说道 有事儿 最终还是水魔功夫 拼的就是定力 当然张浩南没有一根毛的定力 定力倒是欢迎的 花蕊蕊一屁股 做到他嗷嗷叫都没问题 而且 花蕊蕊那个跌不跌歌不歌的情人 已经销声匿迹了 接下来就是杏花的老头子 做最后的挣扎 这些张浩南其实并不感兴趣 他只是没事干折腾着玩 卧槽 王爱红最近今年养得不错 整个人富泰 但是并不肥胖 红光满面地 毕竟老婆带来双胞胎的感觉 那真是太棒了 老王家现在真是人丁兴旺 老太太未秀敏术的财神爷排位 总算因为张浩南一举 我他妈还活着呢而撤了 但老王家的亲戚 那是真信张老板指定 是有啥神神叨叨的超能力 就这几天吧 忙完了 你在槟城张罗一下团圆饭 武定也会留这儿过年 他不回去啊 他过年还要走房几个当兵的 拿了超级年中奖 少过一次年怎么了 多少钱啊 你猜 一百万 香话吗 为了整死心寒的 我自己都花了不止一个一百万 不会加个零吧 嘿 卧槽 你看我 你看我能不能去 龙顿安保当的总经理啥的 哈哈哈哈 张浩南顿时大笑 抄起烫好的酒壶 给他满上一钟 亿万富翁 羡慕别人千万富翁 我这不是还没到手吗 那你退股 我给你一个亿 别 我这个人 安平乐道 闲扯了一会儿 王爱红也是心情大好 前两年在雪城的事业滑铁路 总算可以重新来过 东北事业部真正核心业务 非核心管理层都以为是市场开发 其实并不是 而是人力资源 当初张浩南为王爱红立了一个爱国企业家人设 砸那么多钱 费那么多人情 为的就是让王爱红可以顺利地从老家雪城挖人 形成规模之后 就能全面地在整个黑水省复制挖人策略 只是一路磕磕绊绊 导致连续两年多受挫 不过总算也不是没有收获 高级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虽然没搞到多少 但基础技工弄来不少 大桥食品中的多条生产线 比如红肠系列 东北极冠员工已经突破了500人 占整体员工比重并不高 但人数上百就是个门槛 会形成帮带效应 当然也可以说是裙带 莲金或者莲桥在同一个地方 有照应也心理上更安全 女工更不必说 三四十岁还能安安心心上班 其实是小该帅事件 王爱红现在管个千把人也是轻轻松松 但显然如今也有追求 雪城的啤酒花种之基地 就是一根刺 也是重大挫折 迈过去之后 才能更进一步 不然他自己心里不踏实 觉得不能服众 当然大桥食品的管理 结构并没有不良 吕魏东是当代百里希 试样的老年精英 跟他的搭配 预留出了太多的谨慎空间 而随着各地事业部的搭建 往里面填充人才的过程 就是扩张的过程 折射到年轻精英群体身上 就是有上升渠道广泛通畅的感受 这个正是未来的企业核心 也就是人才库建设 张浩南是不放心 把这个事情交给吕魏东去做的 除了年纪太大 且专业不对口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太重要了 王爱红是心腹 才得以前来东北主 抓沙石系的力部领选 其余东北事业部的金山银海 都没有这个重要 王爱红对此事有数的 所以回黑水之后 一直都是谨慎谨慎在谨慎 但同时在人才储备上 有相当的大方 有些极为夸张的激励政策 都是为了这么个隐藏的战略目标而设置 哎 浩南 这小孩读书 你有啥好办法没有 明明喜欢板弄小玩意儿 你就让他去接触好了 他现在跟着个木匠玩小车床 还给我车了他妈的一串珠子 怎么 你是绝明明以后上班 给你赚养老钱 张浩南笑了笑 你现在的社会地位 没必要靠子女的名校履力来贴金 就为了酒桌上吹牛得意那一会儿 你现在钱也有 事业也有 家庭也没满 孩子小小年既有追求 不挺好的 考上高中最好 考不上 他喜欢什么就让他去钻研 容易受伤啊 废话 当老板就太平 横尾野王爱红 张浩南手里 竟然又抄起一张卷饼 还是热乎的 加了土豆丝 骨菊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卷起来就往嘴里塞 嘎吱嘎吱的作响 看得老王家的人撑得慌 他们都替张浩南感觉噎住了 然而 你现在花钱让他造一辈子 他造得完吗 明明跟你不一样 他太老实了 以后也不太可能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能在少年时代有点追求 想法 你这个当老子的 如果无能 那没话讲 没实力培养 就老老实实努力读书 你有这个实力 他说要去月球上做木匠 你让他去好了 拦着干什么 王爱红显然不情愿 他还是更希望自己儿子考上好高中 然后考上好大学 最后不说接他的班 起码也得是成功人士的派头 不过这个家他做不了主 还得看老娘们的 我就说浩南也这么想的 又不是怪着孩子 再说了 明明成绩又不是差得不像样 你老跟那些第一名第二名的比 你比得过来吗 撑着腰端着盘 于文静霸气得很 王爱红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还嘴 这样 你们夫妻两个 要是没意见呢 就让明明去看看工伤事故案例 也别怕吓着孩子 以前跟他说好 他这要是还想倒腾木工 车工或者机械啥的 那就慢慢来 先从手工活开始训练 做学徒 原本就是从小孩开始的 现在也不需要你给师父当牛做马的 就当是兴趣爱好 那他万一以后 真就去当个车工呢 车员子弹坯半球的也是车工 你怎么个事 飘了 张浩南摇摇头 懒得再跟王爱红废话 而是摸了摸凑过来 套着张浩南一辈的王爱红儿子脑袋 别怕 有事找张疏手 说着 张浩南抓起明明的手看了看 线上面磨痕裂纹并不少 笑着道 看来你是真喜欢手工活 是跟镇上那家休假剧的年老头学的吗 嗯 大桥镇街上 以前有灭匠 木匠等等小店 补个锅 磨个菜刀什么的 乡下人去城里太远 就是去以前公社或者乡镇街上 这小孩 不往游戏厅里钻 安安静静地找个老木匠的铺子 一个人玩 其实也挺厉害的 年老头就没说收你当徒弟 没有 车床以后别自己乱碰了 知道吗 危险 少年脸上肉眼可见的失望 张浩南笑着道 我说的是别乱碰 不是说不碰 小车床也是有危险的 哪怕只是车个木头 回头你去看看生产事故案例 要对生产安全做到心中有数 嗯 给你爸的手串呢 拿来给我看看 在房间 我去拿 明明转身就去房间拿了个袋子出来 没有什么包装 就是塑料袋 里面垫着一些碎布头 手串就一个 其余的都是小罐什么的 都是回转体 加工非常容易 不过有一点让张浩南很意外 这些小玩意儿都上了蜡 抛光也很精细 其实大多数时候料子都不重要 精细活就是看细心程度 料子是锦上添花 有好料子肯定最好 没有就算据一节桃木 也照样不错 嗯 不错 最后用了抛光剂 三千目的 年老头 有三千目的抛光剂 三万目的都有 我跟人要的 机械厂 嗯 有位格给的 这小子 知道是皇有位给的 张浩南也是笑了 拿起手串数了数 一共十二克 上面还有字 刻的是鼠牛虎 兔龙蛇 马羊猴 鸡狗猪 显然子丑银帽什么的 大概是小孩子不怎么熟悉 像模像样的 还做了活扣啊 本以为是松锦带 结果是红绳打的活扣 还编了花 是沙城最常见的花式 并不难 但是做的服贴不扭曲不缠结 还是需要心思的 就像裁缝考编 难是不难 但做的好和差 能相去十万八千里 你爸瞧不上 给我吧 我什么瞧不上 你这话说的 这给我的 你咋张口就要呢 你真是 做那儿原本没啥反应的王爱红 这时候倒是急了起来 你刚才还嫌弃呢 说什么还给我 车了他妈的一串珠子 王总 这才一会儿功夫啊 您就贵人多忘事了 一旁撑着腰的余文静顿时 笑了起来 然后挪到明明那里 搂着儿子说道 就是说嘛 孩子一份心意 你不要 有的是人要 王爱红长红了脸 伸出来的手 又被张浩南挡着 于是更急了 他又不敢跟老婆酱嘴 只是一个劲的说 孩子给我的我 又没说不要 等等车辱路话 气氛活络起来之后 王爱红也是想通了 拿起酒壶 给自个儿 又买上一杯桂花米酒 然后冲儿子道 明明 爸爸给你道个歉 咱们做个约定 爱好咱们继续学 但学校里的知识 也不能没有 你张叔叔 别看虎背熊腰的 那是保送生啊 保送到名牌大学的 真要是学习成绩却时 够不上张叔叔这个水平的 兴趣爱好 当事业来做 爸爸也支持 到时候 咱们找个老师腹败师去 爱红 你没喝高吧 这么敞亮 这话说的 明明倒是挺高兴 他其实成绩并不差 但总有对比 跟拔尖的没法比 而明明因为时常跟张燃亮 玄正宇几个一起玩 思考能力 已经超过了一般小孩 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也了解到了 人和人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 有时候 不是说靠努力就能弥补的 因为张燃亮也很努力 玄正宇更努力 他懵懵懂懂之间 有了一定的计划 虽然还谈不上人生计划 职业规划 但他的家庭 是足够支撑 他去这么做的 张浩南将手串 还是取了下来 递给了王爱红 然后笑着道 你也别觉得 明明的选择是一个人事情 你对明明的支持 会直接影响到 大乔食品的整体价值取向 吕卫东是绝对不会让他孙子 去乳肉生产现做操作工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是留脸上贴金 还是正经的 不开玩笑 兴致不错的张浩南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小酒 然后跟王爱红碰了一下 公司能不能撑过十年 空有大方向也是不行的 还需要积极的价值取向 底下的人眼睛不瞎 心里更是清清楚楚 一举一动 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我纵使千万都不好 舍得钞票 那做啥 都是可以理解的 女人多 那也只是风流运势 说啥呢 孩子还在这儿呢 于文静顿时呵斥了一声 张浩南顿时尴尬地抬手道歉 嫂子对不住 看我这嘴 然后又摸了莫鸣鸣脑袋 明明要学张叔叔的优点啊 嗯 虽然是有说有笑 不过饭桌上老王家的亲戚 也都看出来了 王爱红是 财神爷的铁干心腹 你张叔除了缺点 都是优点 王爱红说完 自己都感觉说了傻话 但还是对儿子人真道 总之呢 爸爸的意思就是 让你学你张叔好的地方 只要学到一样 你将来啊 也不用愁了 此时王爱红也明白了 张浩南为什么重视 他培养儿子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个表率问题 榜样问题 他儿子肯定是不愁吃喝的 大桥食品的股票 真要说脱手 他王爱红也的确是亿万富翁 哪能饿着肚子呢 但是正如张浩南所说 这公司想要走过十年 企业文化的建设就尤为重要 光吹牛逼不行 虽不至于说让儿子跑去厂里打扫厕所 或者看大门 但对一般岗位的态度 决定了最广泛基层员工的归属感 沙石战略部讲以人为本的时候 不同派系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王爱红和丁奎山算是同一派 口号虽然不喊 但践行了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把工人当人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确实非常的难 杨春白雪和夏里巴人 想要和协统一 哪那么简单 更遑论还有哲学意义上的阶级概念 张浩南拍拍屁股把大乔食品 卖了就是卖了 但难道就不管王爱红 丁奎山他们全家老小的吃喝拉撒睡了吗 孩子现在只是兴趣阶段 或许哪天就会有厌倦的心思 兴趣爱好变成工作 那有多讨厌 都是有数的 张浩南对此事的看重 让于文静也是想不通 不过他看老公模样 应该是懂了的 等九族饭饱 张浩南带着人马离开之后 老王家的人这才更加轻松一些 之前插不上话的老太太魏秀明 一脸的埋怨 你说这财神爷也真是的 他自个儿念了好大学 咋还不让明明去念呢 妈 没有这回事 你别瞎叨叨 王爱红给母亲盛了一碗饭 然后又盛好一碗小鸡炖蘑菇放边上 我这事说起来是咱们家自个儿的事情 但放公司来说 那就不一样 底下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能看出花来啊 还是不愤的魏秀明 翻了个白眼 我这大孙哪不好 多聪明 妈 您知道我现在有多少身家吗 刚才财神爷不说了吗 一碗身家 啊 也对 愣了一下的王爱红点点头 然后猜到 这大桥食品呢 就好比 就好比胡子上山 才拉起了买卖 说什么呢 于文静一双眼睛更圆了 家里人顿时笑了起来 他娘家人既觉得好笑 又不得不惊诧于文静夫家 现在确实是起来了 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我就打个比方 吃饱了的王爱红 就舒舒服服地坐那说道 这买卖肯定是要做长久的 对浩南 对老板来说 有这大桥食品 没这大桥食品 其实无所谓的 他不差这点钱 但对咱们家 还有在大桥镇上班的老乡 那就是不一样的 公司能有个十年 四十来岁熬一熬 怎么地 也算是赶上退休了 可要让公司有十年 除了生意兴旺 还得上下都齐心 是不是这么个理 那肯定的 第二访之场 谁都往外倒腾 现在连地皮都要卖了 说倒就倒 于文静说的是他的老单位 提起来就感慨 所以上面的人 不能说自个发了家就完事了 既要大家都有饭吃 还得留得住 让人有笨头 明明这事儿呢 瞧着不起眼 但我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我支持明明的选择 就等于是让底下的人 也有理由和底气 去支持自家的孩子选择 明明能在自己内心吃上饭 哪怕是靠着我这个当爹的 那底下的人 也不会觉得 这路就是一条死路 说到这里 王爱红看着老婆 认真道 别忘了 现在那儿有咱们500多号老乡 他们里头肯定有迷信老板的 但更多的是指着我王爱红的态度 我的妈呀 爱红 就这么个事儿 咋还有这么多说道呢 老太太 想得头皮都痒了 她寻思着 儿子这是给皇上 当六部上书的哪一个呢 还得整个群臣表率不成 事儿不大 也不要紧 我要当家里头的事情 老板也不会说什么 但老板是绝顶聪明的 他这也是提醒我 往后多的是人要看我态度的 我给人找一顿饭吃 别人也让我能吃上饭 以后啊 可不是现在500多号老乡咯 说到这里 王爱红坐起身 拿起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别杀我 别杀我呀 呜呜 别打孩子 别打孩子 雪地胎上 裹了一块又一块 压岩湿了的积雪 停车不熄火 室宽灯亮起来的时候 夜里白茫茫的雪层 像是一张画布 被浸染了赤红的涂料 晕染得很有层次感 只不过本该安静的夜晚 还是因为女人的哭嚎 声显得有些不和谐 车上 张浩南翘着二郎腿 一脚踩住一个女人的脑袋 韩康在槟城 用沈万怡这个名字开的皮包公司 又在南朝鲜的商贸记录 我想知道 是不是安排了这个小子 留学汉城 我 我 别打我妈 碰 一棍子狠狠地敲在 被摁住青年的脑袋上 指一下 青年就直接晕厥了过去 啊 女人再次尖叫起来 张浩南抽了一张纸巾 擦了擦血迹 让你们说 你们不说 真他妈的扫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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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着呢 吃饱了的张浩南 有的是利己 他发现 韩康这狗日的 居然还藏了一手 真是让他佩服得没话讲 除开现金 存款 房产 以及一些马甲开的证券账户 此人居然还有一个身份 做的是正经车辆配件 进出口业务 没有偷税漏税 是挣的 不能再挣的证刑 挂在了他一个 隐藏多年拼头的名下 而这个拼头在名义上 还跟一个叫 沈万一的男人结婚了 这个沈万一 完全不存在 是他改动了一个 福利院的领养手续 生造了这么一个 完全没有过的人 谁能想得到 怎么扎都没问题 而他拼头到现在 都不知道 沈万一就是韩康 他儿子也是姓沈 真他妈的绝了 现在知道 还是因为张浩南 把他和他儿子 绑到了黑水 只不过 随着女人竹铜倒豆子 一般的口述 张浩南更加的惊讶 因为沈万一 在槟城的活动 更像是一种 市井白手起家的案例之一 沈万一会烟酒开道 也会左右逢源 待送礼的时候 分毫不差 该胡家虎威的时候 绝不含糊 完完全全 就像是槟城 土生土长的能人 这么多年没被发现 野儿子都已经17岁了 水平很高 又或者说 韩康是享受 沈万一的角色扮演 这简直就是一场人生游戏 不过有些事情 显然女人知道的并不多 她的印象中 就是老公介绍了客户 生意 然后他就再去谈 这其中大概率 还有韩康本人 在黑水的白手套 黑手套 而很显然 这些小弟 并不知道女人是谁 也不知道 沈万一 沈老板为什么这么说 韩老板的看重 根据女人的供述 他儿子的确留学汉城 并且还在汉城 置办了一些房产 其中还有商业地产 规模不大 但在南朝鲜 也是有事业的 手底下也有人可以用 都是从黑水省过去的人 其中一些业务 就是针对 南朝鲜汽车公司的 国际化合作 包括了国外零部 健身产线投资 汽车进出口代理公司 以及未来品牌4S店 按照韩康的计划 至少会有 十几个城市的4S店 搞到手 假如一切都顺利的话 那沈万一 沈老板的夫人 将会成为一个 优秀的女企业家 这么一算 将来真要是在黑水省的 一切都灰飞烟灭 韩康直接换成沈万一 小日子还不是美滋滋 问题是他没跑出黑水省 这是最尴尬的 还落在了张老板手里 别的东西 张浩南就不要了 但是在南朝鲜的代理公司 那肯定是要顺便拿下的 能省不少事情 至于说 沈万一在国内 搞定的代理合同 扔给国家就是了 怎么住 也会有不少城市的地款 虽然张浩南没 有去查这皮包公司的 股东构成 但也绝对不是个小案子 起码会牵扯到博辽省 尤其是辽东的正商两件 或许有人知道沈万一 或许没人知道 但那重要吗 汽车发动机还在酷酷作响 下了车 整个人就像是掉入冰窖中一样 前方白茫茫的一片 远处的林子 已经是螺丝国境内 江面也是一片白 偶有灯火 都是套了真空壳的手电筒 今天零下29度 夜里有个10度左右的浮动 冷一点过30 暖和点 没有暖和 撒泡尿都是橙汁色的老冰棍 别杀我 别杀我 行了大嫂 我不杀你 张浩南戴着口罩 然后自己骑着摩托雪橇 就拉着爬梨 到了灯火攒动的地方 老板 老板 江上的简易帐篷 还是很暖和的 古定收拾好了电锯 然后道 鱼不错 弄了几条了 人呢 在里面 把衣服扒了 脱出来 一会儿就冻死了吧 要不先穿上衣服 要么扒了你的 要么扒了他的 古定麻溜的将人脱了出去 就像是脱一条死狗 老沈 爸 爸 张浩南 我草你祖宗 原本没精神的韩康 瞬间爆发出了力量 他疯狂地扭动着 然后咒骂着张浩南 他万万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自己藏了近20年的压箱底秘密 竟然还能被刨出来 哈哈哈哈 张浩南笑得很大声 寒菊长 大老婆又没死 家里小日子 不还是过得挺好吗 怎么 带着小老婆 还有野种过来 你居然这么激动 张浩南 碰 怀里掏出一把枪 直接打了一发压压惊 你他妈到最后还藏一手 你知不知道 这样我很不爽 这跟他们娘俩没有关系 张浩南 怎么 不会是初恋吧 张浩南踩着鸡血 绕着已经快被冻僵的韩康一圈 再过个几分钟 应该就会感觉到身体发热 然后体温会加速流失 最后失去意识 很幸福的死法 可惜 因为沈万一的老婆孩子都在 作为沈万一 韩康不得不强打精神 我栽了 我栽了 我认栽 我求你 碰 一枪直接打爆了青年的脑袋 前方电锯挖出来的冰洞 脚一踢 就能轻松将尸体踢下去 这里已经不是境内 而是在境外 啊 情绪崩溃的女人尖叫起来 你说过不杀的 我跟你拼了 然而 女人被古定一把头发抓住 直接拖到了另外一个冰窟窿前 张浩南您笑着说道 大嫂 我说的是不杀你 没说不杀你儿子 你这个畜生 韩康咆哮住 然而张浩南缓缓地走了过去 俯视着他 你他妈当初诊王爱红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今天 就因为王爱红 就因为那点种花的破地 你就要 啪 反手一戒耳光 张浩南拉下口罩 我草你妈的 脆 冲韩康吐了一口痰 又将他一脚踹翻 双眼无神的韩康 被张浩南踩在冰面上 只听张浩南冷笑道 还要谢谢你们这帮狗日的 没有你们 脑子哪来着 那么多人用 忽然 张浩南招了招手 有个提灯的汉子走了过来 老板 拍了拍他的胳膊 张浩南又看着韩康 韩局长 你猜我身边这个人 恨不恨你 你个狗日的 可能都不认识他 毕竟放以前 他是什么 他在眼里能是什么 只是雪橙一个找不到工作的臭虫 只是送他老娘去医院 还被堵在你出行路上的倒霉蛋 你不会以为我是在梯天行道吧 韩局长 张浩南冲鼓定手指点了点 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 然后女人也被塞进了冰窟窿 我只是在收买人心啊 韩局长 说吧 张浩南问身旁 双眼满是恨意的汉子 老杰 你要给他个痛快吗 我要 活寡了他 每一个字 都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 但他已经很克制了 克制了这份怒意 我们时间不多 古定走过来面 无表情地说道 但还是递给了老杰一把军刀 对不起老板 我刚才 老杰伸手的时候 又缩了回去 调整好心情之后 才道 我听老板的 给你十分钟 原本只是想冻死韩康 毕竟他最后的秘密和勇气 都挡着他的面回了 韩康已经死了 比身体的死亡还要早一些 不过显然 张浩南更愿意废物 利用一下 想要亲手整死韩康的人 并不是一两个 龙顿安保 在槟城的招聘 一共五十人 十九个是从雪城来的 原本都是想要挡得保安拉斗 但随着行动的扩大 逐渐都主动被冻地 入了火 能够持续这么久追踪韩康 正是因为最底层的动力 仇恨 这口气拼到现在都没有散 现在终于要迎来终结 老板 口供还有材料 已经做了备份 按您说的 大部分都拿了出来 明天你自己去沈州转交吧 我去槟城看看老丁家里人 好的 哦 对了 记得通知老赵 让他一起 对于景哥的涂脂抹粉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明年最后主持一届春晚 含金量大概会是最高 丁奎山并没有回东北 当初撞他孩子跑路的驾驶员 其实也算是跟韩康有关 拖的就是韩康老下属的门路 现在本钱都掳走了 要不要掏利息 就看丁奎山的意思了 十分钟一到 冰面上也没了光亮 天气预报说天晴 结果到了注地 竟然又刮起了风 不多时 又来了一场雪 老板 算了 夜里给丁奎山打了个电话 结果让张浩南意外的是 丁奎山对逃逸的驾驶员并没 有多少仇恨 他很平静 怎么个事 要是老板想要他死 那我没问题 至于我 现在一切都很满意 我当年很想杀人 现在并没有 撑 既然你没这个想法 那这件事情就不提了 早点休息吧 好 电话挂断之后 张浩南啃着雪糕 看着窗外的鹅毛大雪 不由得也有些感慨 人 果然是会变的 不过老季他们 则是一宿没睡 十几个人喝酒喝到了天亮 然后被古定寄过 扣了十天的奖金 等到第二天 这十几个人又恢复如初 吃饭的时候 也没说整两杯 没办法 公司有规定 工作期间禁止饮酒 老板回槟城了吗 还在雪城 王爱红这次挺忙的 要跑十七个场 招工 对 北方大厦中 享受着暖气的静东风 捧着茶杯 对王一春认真说道 老板好像又接受了 魏主任的委托 可能又是中央哪里的人情 推不掉 我昨天过来 小李说游城 还组织了抢修班 去雪城了 今年冬季还是要烧煤 下乡比较多 京城南郊区的紫金科技 总装厂正在出货 政务院统一采购了一批 定制的雪地两用车 现在都是下乡巡逻 还有运送物资 抢修班的人 主要是去蜂窝煤厂 还有煤炉厂 保电保水保暖 应该压力不小 聊起此事的时候 房间里的人也是头大 因为今年元旦一上来 就是雪灾 几十万人受灾 受灾的牲畜 也达到了2000万头 12月底到元旦 一口气冻死8万多牲畜 东北这里的气象统计 也非常不好 暴风雪来了几次是不假 但是从去年入秋到现在 总的降水量非常少 已经是建国后 第三个少降水年 根据他们以前 翻年检查数据的经验 不出意外的话 会是个大汉年 汉灾是大概率事件 甚至可以这么说 去年已经有了汉灾的苗头 沙石系 是典型的靠天吃饭超级企业 北亏有庞大的海外资产 否则这重情况持续个两三年 直接集体破产吧 而且 近东风是知道的 通常这重极端气候出现 往往就是局部地区会出现 截然相反的状况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洪涝 也就是人们嘴里常说的汗的汗死 烙的烙死 为主任就是屁事多 老板帮他多了机会底了 都差不多的 互相帮助 牢骚话归牢骚话 倒也不是真的 埋怨魏刚 实际上来了沙石战略部 他们才深刻地明白了 为何魏刚这么刁 因为这老头 真的有那么刁 叮铃铃 胡帝 房间电话响了 这并不是酒店的座机 而是花瓣公司的无线座机 设置内线 外部号码会 直接屏蔽 一般公司其实用不上 不过沙石系规模庞大 人投诉太过夸张 所以花瓣公司和电信公司 专门为沙石集团 设计了一套专用设备 卫星通信虽然更保密 但也是看天的 喂 我是静东风 好 是 我知道了 稍后 我跟顾行常见个面 挂断电话之后 静东风说道 是老板 怎么了 让我运一个 义去雪橙 一个义 对 现在跟银行约了取钱 取一个义 不是 老板放了一个义 在开发区别墅 先运去雪橙 然后再存在那里 黑水省宇宙行 在过年之前 又将喜银过意存款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 策纳 这是要做啥 招工啊 此时 雪橙的干群关系 并不融洽 信任基础 已经不能用薄弱来形容 基层干部的工作 跟胡说八道没有区别 能哄着骗着就行 过完年再说 此时说 有个大老板要招工 压根没人性 同时也比较嫌弃 哪怕知道这个大老板是王爱红 也都是差不多的情绪 这个不满情绪 算是一个总爆发 万幸也没有闹出什么群体事件来 也就只是有些怨愤和不甘 不过 随着这几个月的大清洗 对政务院来说 工作排到了三年后 但对张老板而言 他的事情结束了 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所以 沙石系在东北的人才库计划 就不要偷偷摸摸 按部就班 也不需要王爱红 跟这个那个吃饭喝酒混脸熟 直接包援了平推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一个亿现金 电视台直播 直接摆在人民广场的招聘会场 雪城市政府的不满 那就是个勾巴 安保问题 怎么搞定是警察局的事情 是银行的事情 本地还有多少人 想要一夜暴富 都可以来试试 能不能结了 这趟张老板的 招工刚 还别说 消息放出去之后 全程轰动 连来雪城看雪景的游客们 都惊呆了 各种报纸杂志的抬头 上来就是 现金一亿 招贤那才 画面冲击力很大 因为雪城 槟城 游城的媒体单位 都过去槟城开发区的别墅拍了照 真他酿的是一个亿啊 所有记者都没亲眼见过 这么多钱 堆在那里满满当当 明明不是闪闪发光的 就是情不自禁 看得想要流泪 大老板招工不好使 说话不给力 那大老板的老板出马 总好使 总给力了吧 同时 熊猫大陆上 也是各种扑开带地的报道 最后千言万语一句话 浩南哥 牛逼 这操作 别说近东风没见过 政务院的工作小组 直接都骂了 张总 这样做会引起社会上的 你在教我做事 在雪城市政府的接待宾馆内 张浩南守着一只酒精锅 吃猪肉炖粉条 政务院的人 其实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希望杀石系 在灾情上 发挥一下多年以来的威力 毕竟论应急食品 保暖保温衣物 杀石系很有优势 去年开春有个小灾 张老板一次性 从隔壁渔山市 采购了15000条羽绒备 连库存加限改 三天发货到盟务省 效率高到爆炸 加班费也给到逆天 而且 还是丁奎山 带着物流班 亲自一线生产监督 机器和仓库 到小年夜都没有封 于山座羽绒服的老板 一天赚几十万 爽得逆天 当然 大头还是张老板赚了去 就在有免税政策 再加上正在试运行的 龙机补贴 现行办法 不是补到农户 而是补到厂家 无家农机 就吃到了第一波红利 就这么个优势 别人送礼认爹 起码一年以上才能捞到 呼噜 猛吸一口粉条 里面还加了酸菜 政务院的人 原本是吃了饭的 看他这吃相 当时就馋了 然后在张浩南的 骂骂咧咧间 这帮汉林 也跟着一起吃猪肉炖粉条 不是新鲜猪肉 是去年在东北 做的近山火腿测试品 跟两只省吊汤的火腿不同 更像是云腿 直接吃也行 机力感非常棒 用的是荷包猪 而不是大明猪和二明猪 相形跟云腿 截然不同 偏穿湿辣肉的风味 当然 政务院那帮人吃的 就不是穿湿辣肉风味 测试的品种很多 有的用了花椒 有的没用 有的熏制过 有的没有 张总 这个一线 金百在人民广场 会引发本地社会讨论的 算给我一半 说话的人倒拿筷子 将手里的算扯了一半 递给了张浩南 你们这帮书生懂个鸟 剥开蒜皮 张浩南一脸嘲讽 想要让人起反应 动作不大 怎么行 钱 就是婊子 越多就越骚 越骚就越有吸引力 动动脑子 我们会认为 有人想要挺而走险 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吗 现在要缓和干群关系 新上来的基层干部 得有说服力 什么叫说服力 钱就是说服力 我一个一百在人民广场 哪个干部去下岗工人安置委员会 说话不应且 这笔钱就摆在那里 谁会认为 有人会挪用 还是借取 几百万几千万双眼睛 咔嚓 咬了一口蒜 抄起筷子 又是缩粉条 感觉是真带劲 里头还有一节骨头 上面的瘦肉 已经一丝一丝的 筷子戳一下 就能戳一撮下来 塞嘴里口感绝妙不说 香味更是完美 记一下 跟育种中心的人 说把荷包猪也收了 好的老板 正在打扑克的助理们放下牌 掏出PDA就记录好了内容 随后张浩南接着道 过完年 啤酒花种植基地规模扩两倍 然后黑水工程有个空压机项目 京城那边谈妥了 可以放在南郊区投产 样品在健康 回头你们帮我抓谨慎一下 张总 这个工作跟我们 你他妈的吃老子猪肉还有粉条 让你们做点事情 就叽叽歪歪推三组四 南郊区给我的住宅用地 我要做成员工住房 怎么宣传 你们搞定 怎么解释 也是你们搞定 一句话 雪城这里 我招个万把人不是问题 全部 你当我是什么 我只招万把人 需要一个亿 而且还是现金 尽管张浩南没有露面 但也让王爱红感受到了 有老板在没老板在的差距 什么叫前卷后宫啊 雪城市政府 现在是又急又高兴 复杂得很 也麻烦得很 比如说教师群体 就穿多市政府 问大老板 借了这一个亿 然后把拖欠的工资给结了 今年烂账光老师 这一块就一千多万 整个教育系统 大概三千九百多万 医疗系统更多 有些护士 直接就是背着饥荒 给单位干活 给患者做皮试或者打针 扎下去全是净亏损 想要结了这招工刚的好汉 多如牛毛 不过真让他们去学 朝盖这样的团伙 到底还是没有胆子的 当然 跟过来做调解的干部说话 嗓门还可以更大一些 就是少了许多手上动作 没有了菜刀 还有赶面杖 没有了骂骂咧咧 干部们感觉世界都温柔了许多 王总 不知道张总愿不愿意商量 不愿意 面对副市长的邀请 王爱红也直接 老板听说 莫自个的歌舞团去了槟城 他现在一门心思 就是看表演 现在打扰他 他怒起来什么都不管的 王爱红没骗人 张浩南听说 模范歌舞团的人来了槟城 就屁颠屁颠过去看热闹 不过来的 并不是正宗模范歌舞团 也不是莫自格的 而是别拉罗斯的 模范歌舞团 也算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产物 一气化三清 很正常 他想知道 这个模范歌舞团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叶莲娜的女中英 众生前 有过负距离交流的毛妹 今年应该也有四五岁 他的妈妈就叫叶莲娜 曾经在明斯克和莫自格之间讨生活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过来求证一下 老板 魏主任电话 叫他去死 助手赶紧捂着听筒走远了 然后小声地说道 对不起啊魏主任 老板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我先跟老板汇报一下 正式不做 又跑槟城做啥 一个亿放雪城人民广场 是不怕有人抢啊 马上又过年了 政务员任务有多重 压力有多大 难道他 狂喷了一通 兔头老汉说的是方言 又急又快 好在张浩南这边的助理团队 都是精英 早就磨练出了主流方言的听说能力 魏刚说的加声普通话 总算也影响不到 张浩南听不懂斯拉夫语 模范歌舞团今天除了小天鹅狐 还有男子合唱 勇士啊勇士 后者倒是挺有意思的 听着就感觉很悲壮 不过终究还是没啥意思 艺术细胞 这玩意儿 也不知道是不是都射空了 以至于表演虽然还没结束 张老板竟然开始想念 赵戴的奶牛套装 啊 牛角 啊 铃铛 啊大牛奶 啊 嬷嬷叫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想家 散场鼓掌的时候 才发现来这里看演出的团体并不少 还有各众本地的艺术家团体 掐指一算 这帮明斯克莱的二代模范歌舞团 应该挣了不少钱 别拉罗斯现在是普遍发不起工资的 比雪城的状况还要糟糕一些 最后还是找到了模范歌舞团的领队 听说是尊敬的西格尔先生 领队别列杰夫 诚惶诚恐 你从哪里听说过我的 莫兹格 莫兹格的欧洲中心 我曾经带队去那里为特鲁木浦国际酒店演出 原来如此 张浩南点了点头 没想到还有这一茬 那难怪了 因为金毛老汉为了给自己壮胆 在莫兹格的项目中挂了很多合照 其中就有伟大的西格尔先生与我同在这幅作品 瓦洛嘉一直想要给张浩南有一勋章 但表达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这个软骨头小个子沙皇 跑西欧参加七加一峰会时 表示莫兹格愿意为为追赌劫东方某大国尽一份力 就在去年 他的软弱被彻底暴露出来的 也导致了去年夏天的七大工业国峰会 在国际巨头 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高层眼中 瓦洛嘉激进吉娃娃 事实上也因为瓦洛嘉的第三下四行径 金毛老汉在北美获取了一些重要信息 比如说 原本跟莫兹格方面的地区合作 被砍掉了90%还要多 他不值得我们付出太多 这是北美东海岸的一致评价 对整个罗斯的戏耍即将展开 张浩南知道这些消息 但他显然没有告知瓦洛嘉的义务 也不想在去年要那一枚友谊勋章 今年元旦一过 国内对瓦洛嘉的评价也非常低 确切点说 是国内的参谋团体 只不过在大家都开始这么想的时候 才神眼 又在省内参会议上发动 表示以后还是有深度合作基础的 瓦洛嘉 这重软弱性比较强的罗斯领导者 整体上对我方极为有利 因为未来的复杂形势 或许会将它彻底地推向东方 正常情况没人信 但省里一看张浩南同志又发功了 不信也信 就是怎么想都想不通 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际形势 什么样的全球战略平衡 才能见瓦洛嘉 推向东方 这不符合逻辑啊 最后张浩南同志用走着桥收了尾 也没人说什么 尽管古希腊掌管财富的神迟迟没 有去莫资格受勋 但克里姆林宫方面 依然保持住对尊敬的希格尔先生的热情 反正去年没绍往沙什系塞燕子 各种访问考察 学术合作 跨国研究 全他酿的都是燕子窝 此经科技有几个健康工业大学出来的科研狗 沉迷毛妹不能自拔 然后被判了两年半 去年被请走的各路人马 排第一的是窝奴 排第二的是不列颠 第三就是毛子 比琉球和湘江还要多 想起这些破事 张浩南寻思住这模范歌舞团 不会也有燕子吧 你好 不知道叶莲那女士在吗 在的 她正在化妆间 您是要献她一面吗 先生 不 我只是听人说她的孩子已经四岁了 是的先生 很可爱的小姑娘 很活泼 那就是了 帕弗洛夫先生跟我说 有个童装平面模特人选 是明斯克 模范歌舞团的 我还奇怪 怎么会有小孩子 她告诉我是叶莲娜的女儿 或许明年 我们还会再见面 你们的演出很成功 很精彩 我很喜欢 希望在莫兹阁 或者明斯克 还能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 一帝 先生 感谢您对我们演出的肯定 我们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演出 欢迎您来观看 欢迎您 最终还是没有见叶莲娜 多少有点怪怪的 也不知道 叶莲娜的女儿 还会不会留学来健康 这么额子扑腾之后 起了变化也说不准 老板 为主任她说 她说个屁 她说 有事明天讲 明天飞回家 跟兔头老汉包电话粥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跟赵带 花蕊蕊他们千里撩骚 就挺带感了 多少有点情色语音的感觉 你还看歌舞表演啊 正在房间里玩 时空之轮的赵带 有些好奇 她穿着一条棉睡裤盘着腿 上身就随意了 肯定是胸罩不带 就一条吊带 然后套了件张浩南的衬衫 看领口和袖口 就知道许久没洗 有个毛妹瞄两眼 胸大吗 才四岁 你说大不大 赵带愣了一下 停止了玩游戏 夹着听筒往床上一躺 两坨肉直接如瀑布一般 冲刷着布料 难以阻挡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 电话那头的张老板 只恨自己不会飞 什么狗屁现金一役 招贤那才 哪有美娇娘好玩 1月20日刚好是大寒 江南多开始喝羊汤 当然因为生活水平的限制 最终还是搞点馄饨一丝一丝 今年西格尔店子就是吃馄饨 专门过来慰问工人的是金毛老汉 他今年要在中国一直待到2月份 所以会过一个农历新年 去年10月份的财政预算 特鲁姆普家族通过各种努力 最终也只是搞了点 卫生用品日用品的订单 算一下总账跟美八旗 完全没得比 金毛老汉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 整个家族的营销需要调整 原先做传媒和房地产 不得不成为电视红人 但是现在需要转向 他需要新的传媒平台 瞧 所以作为老搭档 他向老板建议了互联网 不一定是电子商务 但可以是个平台 我之前拜访过杰拉尔德 他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瞧 你觉得呢 现在的电子软件 供应商并没有多余的股份出售 每个人都看好互联网的搜索功能 而且确实有效 但是 谁会出手呢 唐 我们要重新做出选择 我懂 你懂个屁 瞧 那时在去年就建议过 加强Tripe的投入 然后最好在北美本土招募优秀的程序员 在共同开发管理之后 直接复制一个全新的产品 投放在东西海岸的城市群 可惜 当时整个特鲁姆普集团 都沉浸在该死的特鲁姆普电子商业成功的 所谓的商业成功 就是卖了30万只手机 好吧 确实挺成功的 但瞧 那时有重预感 Tripe绝对是个好东西 不应该是做谷歌之外 或者微软之外 虽然是个应用 但它有着很降的年复性 话题 话题讨论 话题讨论衍生出来的争吵 骂战 像极了天游战术 对讨论的双方都是如此 华尔街盯上Tripe的并不少 然而 Tripe并没有登陆北美 只是在欧陆 东南亚 中东 沃奴等地区 唐 我听说库巴亚西公司 完成了在沃奴西部地区的游说 测试正在进行 做了一点点小暗示 那可是第三大市场 我懂 懂你妈 瞧 那是不再废话 她来中国学会了好多脏话 真带感 陆城的电子厂此起彼伏 但特鲁姆普电子是最独特的 因为工资高 福利好 完完全全按照 劳动法 执行 简直就是陆城市政府这里的灯塔 所以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员工们也愿意跟这个外国老板打个招呼 虽然这个外国老板 不是大老板 哈勒声此起彼伏 金毛老板跟金毛猴子没啥区别 听住乔 跟希格尔的合作 永远不要急躁 他会带我们赚钱的 好吧 你确实懂 是我肤浅了 然后两人默默地吃起了番茄炒蛋 外加羊肉馄饨 大韩吃点羊肉总归好的 羊肉还是金毛老汉去外杀石采购的 张浩南可没准备羊肉 食堂的羊汤 也让金毛老汉的团队很是受用 沿江城市的冬天 因为水汽充足的缘故 非常的难受 哪怕穿着羊绒服 大衣 也是如此 我有一种预感 今年会赚大钱 金毛老汉拿起一只大饼 外面一层胶褐色 他很熟练地撕成了小块 泡在了羊汤中 吃起来很有感觉 因为欧洲中心 不 当然也不完全不是 除了工程执行 最重要的是 莫兹阁现在 需要辈分的海外常住酒店 我们的国际业务扩张 或许可以提前 之前张跟我说 他在中国南海 接手了一块地 用来改造成 原工度驾公寓 现在还剩下一部分 可以改造成酒店公寓 小帕夫洛夫家族 很有兴趣 家族 他现在有三个孩子 当然算是家族 好吧 这是什么业务 莫兹阁的公职人员 有假期 整整一个月 所以 在冬季的时候 他们手中有不少存款 还有 假期 原本地中海 是个不错的去处 但是你知道的 物价 友好度 或者其他什么因素 这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小帕夫洛夫家族 可以招揽至少 一万人次的生意 前提是能全部 他双手摊开 所有的行程 全部流畅 高效 所以需要在中国 南海投资吗 是的 但要评估 我想 可以跟陆成的市场聊一聊 他能够给出建议 唐 我们没有航班 没有吗 当然没 哦 瞧 那时眼睛都亮了 航班 他们随时都可以有 莲花航空 甚至还能让国既游客体验一把酣畅淋漓的赌神之旅 脑子里顿时蹦跌出无数商业构想 瞧 那时发现老板竟然推开了一扇大门 如果将来去上市的话 或许会市值远远超过西尔顿酒店 也说不定 他想到了西尔顿酒店 自然就想到了同业竞争 或许会冲击到西尔顿酒店的业务 也说不准 不过一想到特鲁姆普家族的合伙人 是尊敬的希格尔先生 那么 一切都不会是问题 至少在中国 在东欧 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两人的话题逐渐愉快 聊到了爱德蒙和沙士的战争 金毛老汉不无感慨 丹尼尔斯家族 在巴布亚独立国的投资 已经完蛋了 愚蠢的家伙 不是说在内敏签了停火协议吗 那不过是在沙巴州的公平竞争 没说是在巴布亚独立国 典型的希格尔风格 最近SF集团的代表 在悉尼很高调 表示 会在巴布亚独立国 加大油宗种植的投资 悉尼的投资机构很感兴趣 教会的人 当然 说到这里 两人不约而同地喝起了汤 吃起了泡好的饼 汤 我感觉战争会升级 哪儿 喀布尔 不 我是说爱德蒙和SF集团 这是当然的 爱德蒙的游说很失败 他们跟路易达福 在新加坡争吵得很激烈 国会没办法直接制裁SF集团 因为SF集团 在北美根本就没有直接业务 而路易达福有 对他们来说路易达福 的农贸运输市场 更有吸引力 这些消息 就不是乔 那是这种植业经理人 所能打听到的 实际上 此时华盛顿盯上的 可不止路易达福 优先级最高的是GM能源 而对手是阿尔斯通的国际能源部 这些属于美巴奇的最高机密 金毛老汉还没这个资格知道 国内也不清楚具体的斗争剧烈程度 但张老板是知道的 毕竟他是重生的 阿尔斯通的通行业务利润 跟能源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包括花瓣公司同样如此 此时的花瓣公司也在介入能源业务 但实力有限 只能在煤矿上稍微发点力 利润点还是在技术支持上 和能源本身并没有关系 此时北美跟欧陆的竞争 已经不断升级 互相惩罚性的罚款 都是几个亿几个亿美刀 欧元起步 然后上步封顶 这也导致爱德蒙和SF集团的局部斗争 放眼全球根本不算个事 总盘也就两三亿美刀 算二十个点的利润 那才多少钱 所以丹尼尔斯家族的游说很失败 国会老爷们更想整死弗兰克那帮高卢基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的战争号角 弗兰克反对声那么大 也正是因为巴黎方面的智囊团查 决到了这种破坏性 比东方某大国的布局晚了差不多两年 现在回过头来看 刘元朝退居二线留给国家的硬件设施 绝对算得上是超前规划 这也让老刘家平安落地 刘元朝一直想要给张老板刻一个 刘小光成民族英雄之后 就不用他去刻了 儿子刻就行 此时的金毛老汉并不清楚 东方某大国高层的提前布局 当然 这也跟他的商业帝国内容有关 能源方面 谁不想挣这个钱 可他还没有台期不是 所以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一茬 不过在他河桥 那时吃完大寒的馄饨 还有羊肉汤之后二十分钟 他就开始想了 因为张老板去了一趟走马堂机场工地 陪于山市政府领导班子溜了一圈 该拍照拍照 该合影合影 顺便写两句吉祥的话 级别有点高的张老板 现在题字的含金量也跟着有点高 写下兴旺发达四个字 又写了财源广进 搞得于山市政府的人极为尴尬 但财神爷写都这么写了 还能撕了咋地 结果就是 航站楼配套设施分的地下商业层 对外招标是兴旺发达商业区 地面一层则是财源广进商业区 啥也没干呢 两层预计能收八个亿左右 别的单位不好说 税务局的人晚上刚睡下就行了 没办法 孝敬的 民间对财神爷的迷信 最泛滥的根本不是农村老头老太 而是不上不下的爆发户 这一批爆发户有些不同 有些爆发户会认为是因为自己牛逼 所以发了 但这些不是 他们觉得自己是莫名其妙发了家 治了妇 也专门去沙城的青龙港 找法师们求个迁 最后 法师们又犯了戒 因为打人 苦不堪言的 绝非只有青龙寺的法师 于山市政府同样头疼 走马堂机场 得配套项目 每一趟都请了道士 干部们非常无语 但施工方都这么坚持 除非请财神爷道场 所以 大寒这天 张老板在李宁华的再三肯球下 就带着赵飞咽溜达了一圈 算是很给面子了 腊月底工程基本都是停的 不过本地施工队还在干活 而更迷信一些 没办法 工钱太多引发的自我怀疑 虽然施工部还专门请了宣传干事 过来做心理疏抖 最终也是白搭 没有张浩南好用 张老板往那一戳 鼓掌声雷鸣 这工程 不是稳了吗 指定安全 是机场的工程吗 金毛老汉迎接从于山 过来路程的张浩南时 聊了两句 听说走马堂机场 已经开工 也惊讶于张浩南居然能够持续性地参与到这种大项目中 或许会经常过去看看 你知道的 很多建筑工人都觉得自己拿了超额工资 他们当然是很开心的 但又担心只是一时 所以希望 我这样的富豪 强化一下他们的信心 拜托 他们根本就是当你掌管财富的神 这外号原来都已经过计划了 张老板一脸的无奈 张 我听说了你跟丹尼尔斯家族的战争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一点小摩擦 那不算什么 倒是你 唐 怎么想到来过中国新年的 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尤其是传统文化 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中国人 拜托 唐 好吧 是这样的 还记得你之前跟我提到过 你在中国南海有一个地产项目 好像是一个公司的破产项目 现在由你接手了 员工度驾工欲 是这个吗 没错 精神起来的金毛老汉顿时露出了一个兴奋的笑容 我在欧洲中心 的项目上建立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 阿廖沙 他想要进一步开拓事业 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点长期的 定点的 度假酒店项目 你可以更直接点 唐 OK 我们为什么不赚莫资格那些公务员的假期消费呢 唐 你应该很清楚 现在瓦洛加跟西欧走得更近 他们更愿意开展地中海的业务 我给你的调查报告应该说得很清楚 整个莫资格对中国的民间印象是负面的 超过了60% 这样的民调 基本可以否决这个商业项目 那么 张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民调升上来 嘿 你他那样的 还真是个天才 虽然金毛老汉说的是正确的废话 但是 张老板这下 真的想听听看 这老金毛的脑洞 究竟是怎么个事 再有两个月 张老板又会发一笔横财 因为欧洲对中东地区战争爆发的阻止 毫无作用 更要命的是 本来欧洲内部已经统议好了态度 包括德意志在内 都开始公开批评诉诸战争的野蛮行径 结果不列颠跳反了 是欧洲唯一出来抬杠的大国 导致欧盟 直接变得挺萌的 让之前弗兰克的合纵连横 努力直接打了水漂 最后又是老一套 集体在联合国对喷 联合国的争吵从未停歇 也就中国来的代表 请大家吃了一顿饺子 这才稍微气氛缓糊了一下 饺子是沙城和平组织的 助联合国代表带过去的 什么馅都有 牛肉大葱馅的 猪肉大葱馅的 羊肉大葱馅的 总之没有大葱不行 因为张老板招的这个 常驻联合国代表 是个老头 老家海带什么的 没葱像话吗 中东国家代表问 沙城和平组织的代表 除了牛肉羊肉 还有什么肉 具有灵活外交手段的代表 很认真地表示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反正都是从冰箱里 拿出来随便搅的 然后就愉快地一起吃了 别问什么肉 人家沙城和平组织的人说了 他也不知道 加入联合国需要时间 不过建立外交关系 是可以助手的 张老板在京城招了一批零食工 那些需要外交履历的 大学里就能来上班 也不用直接去非洲的 那块布毛之地 非洲总代办处在开罗 京城也设置了一个 常驻中国代办处 所以临时工 的学历都是重本 很多退休了没事干的老头 则是重操旧业 于是沙城和平组织 是全世界所有新生国家 准国家中 具有最专业外交人员的 准国家组织 组织头目张浩南先生的 个人风格 所以基本都是以 武斗派外交官为主 管事的撒老头 全都当过兵献过险 还别说 这撒老头自身的国际人脉 让沙城和平组织 平均每个月 都能有一两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外交关系 就是有一点很神奇 中国这边 其实什么话都没说 但弗兰克和不列颠 每次都要强调 关于沙城和平组织 是一个致力于人类 和平发展的组织 毕竟收了钱 办事是勤快了不少 当然也跟张老板 从不列颠请了几位老绅士 当外交顾问有关 在 暗格鲁联邦的 国际组织架构中 尚在人间的 英吉利老佛爷 还是有点狗教权的 所以 现在沙城和平组织的 代表们包饺子 愿意来吃的 各国驻联合国代表 还挺多 混个脸熟 也没花多少钱 暂时也没有狗教权 直到新的一次 联合国会议上 沃奴代表 竟然再次表态 支持阿美利加队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的 军事行动 并且愿意提供 后勤保障 然后沙城和平组织 再次祭出战败国 没有狗教权的老套路 当场刺激的 沃奴代表叫嚣 沙城和平组织 是非法组织 其余岛与主权 当一交联合国共管 该地区岛与经济资源 当由联合国共同开发 呀灭蝶 这事儿沃奴退缩的原因 是因为真的很有搞头 而且也确实可以操作 反正跟着响应的国家并不少 除了穷逼国家之外 拉美朱小国 南朝鲜 北高里 都是很有兴趣 反正他们也开发不了 但要是能分钱 何乐而不畏呢 尤其是沙城和平组织认为 根据战后协定 沃奴除本岛之外地位 当是坐南极洲 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谁敢说我沙城和平组织 不是致力于和平发展的 太和平了 这一痛折腾让沃奴国内的舆论 非常糟糕 想要抗议 但沙城和平组织 跟沃奴又没有外交关系 你看一个劲儿 找中国的驻沃大使 帮帮忙 所以 张 你认为爱德蒙和路易达福 会达成协议吗 无所谓 反正我不跟他们抢生意 我的客户评级 在他们那里非常低 禁运 封锁 制裁 都是小生意 张浩南请金毛老汉 去了一趟茶馆 老规矩 听牡丹亭 那我们就不能从中赚一点利润 唐 我有个建议 稍等 金毛老汉 突然掏出了一支 钢笔还有一本记事本 摊开之后 这才手握钢笔说道 OK 你说我写 连这样的老头 都这么努力 自己怎么好意思整天偷懒呢 自己当然好意思了 张老板于是道 有一个项目 上个月 我国已经跟西兰谈妥 是一个很大的油储工程 算是海外油料 储备的计划之一 这种国际项目 肯定是面向全球招标 唐 你既然有自己的建筑工程公司 正好可以在现在的酒店项目上 分一部分出来 做国际工程项目 油储工程 能源还是什么 保密 OK 金毛老汉点了点头 考虑了一下问道 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张 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 为了钱就可以这么不要脸吗 完全可以 怎么可以 因为脸就不要钱 尽快让特鲁姆普集团的投资步过来吧 听到这句话 金毛老汉眼睛直接亮了 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是那肯定是最少几千万美刀的生意 直到现在 他还只是隐隐约约猜测跟能源有关 但并不确定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入场却 并且所有的商业盟友中 也只有张浩南这里稍微沾点边 沾点边的道理很简单 还是因为油料存储项目 也就到此为止 在金毛老汉看来 长工续电池厂的电池 那根本不能算能源 他抓不住那虚无缥缈的线索 没办法 他的咖位还不够 如果他知道 华盛顿方面已经铁了新药干巴格达 这时候 外汇和石油期货 都能跟着某些国家队一起喝点汤 伦敦在三天前 也就是1月17日 硕士学位研究生 入学统一出事考试那天 上一次 因为登哥刷飞机 大转特转的中央情报局杂种们 再一次聚首 17日 他们在伦敦 18日 就去了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 不是为了开发票的妓女 而是跟妓院差不多的期货交易所 遍地都是婊子的美好一天 今年研究生报考人数 是79万多一点 80万就差几千 这些人未来到死之前赚到的钱 全部加起来 不如任何一个 此时代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顶级杂碎 代价就是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 会献计55万人 其中20万妇女和儿童 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美刀 换来的 是这些顶级杂碎 从华盛顿掏来的2.2万亿美刀 其中1.7万亿到1.8万亿之间 是中央情报局 可以伸手摸一把的 除此之外 反正盖上最高机密图章的文件 都不会被公布 那又是一笔高达5700多亿美刀的烂账 在这些基础上 再除此之外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的三分之一石油资源 将成为华盛顿方面 爆打巴黎能源决策机构的重要工具 也为阿尔斯通的170亿美刀 巨额罚单埋下了伏笔 接下来的十年 就是以弗兰克和德意志为首的欧陆集团 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时代 不管那些蒸发掉的虚拟财富 仅从能源结构上来说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的政权更迭 其产生的连锁反应 直接影响了欧陆集团的能源产业结构布局 备选方案由德意志牵头 搞出了非常出名的北溪二号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些所有实实在在的利益 已陷在特鲁姆普家族的实力 还不足以加入瓜分盛宴 只能说找个山头喝口汤 正常来说找上三旗最好 可惜金毛老汉差了点意思 最终还是选择相信 古希腊掌管财富的神 当然了 东方版本吧 这次国家队也需要国际合作伙伴 希格尔投资当然要算在其中 但显然还不够 特鲁姆普集团国际投资部就很不错 具体到操作上 除了金毛老汉和乔 那是这样的铁杆心腹 是不会预先知道的 金毛老汉的本钱并不多 他这些年真正有大量现金结余 还是因为认设张浩南 做完投资再加上工程电资之后 他手头算上借贷 融资总计2.7亿美刀 其中有5000万美刀 是直接问张浩南借的 可以这么说 当张浩南跟他建议之后 他就选择了缩哈 要不是 趴在莫兹阁的项目变成烂尾工程 最后被瓦洛家追杀 他甚至想要把欧洲最高楼的 收尾工程也抵押出去 要玩就玩最大的 了不起破产 坐牢哪那么容易 因为金毛老汉玩得很大 所以这次国家队在评估会议上 也叫上了他 开会的时候 金毛老汉对两江省的多媒体会议系统 很感兴趣 想要采购一套 不过很快他的注意力 就从多媒体会议系统 转移到了会议内容 他汉语不好 但专门为他准备了翻译 还有同声传译 张总 您觉得什么时候会动手 我们开大会 就很合适 张浩南拿起可乐喝了一口 然后侧着身子 一只手搁在会议桌上 平静说道 这次军事行动从国际法来讲 肯定是非法的 有些事情 需要大国一致原则 但这次不一样 大西洋两岸斗得太激烈了 别说证券市场征发掉的市值 期货单 光伐煤的实体物资 都有一千亿美刀左右 能填饱非洲 不知道多少年 所以 肯定要有一方倒下 可是从大西洋两岸的双边贸易来看 依然是互相最大 数据肯定没问题 但结构肯定有问题 不过这个咱们不讨论 好的 今天有金毛老汉在 有些话就不能讲 不过即便只是这寥寥数语 还是带给了金毛老汉极大的冲击 不管是国家队的人 还是张浩南 既然是非法行动 那肯定要挑选大国不方便的时候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要开大会 要选举 这就是最合适的时间段 起码要三个月以上的任务交接 工作熟悉 这种的区战争 又远离家门口 自然不会重视 张浩南转动了桌子上的可乐罐 一边转一边说道 绕开联合国 同时还要绕开北约 那么理论上参与进去的 只会是蒲从军 大概率是不列颠和窝奴 之前我让人在联合国 侮辱了一下窝奴 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应该还是会硬着头皮 派出后勤保障部队 所以可以三月份之后 就在这方面敲诈一下窝奴 哪方面 化工吧 不出意外窝奴 应该会拿到一批石油订单 也可能是他主子 赏给他的石油期货 这个说不准 但给他不代表 他就能顺利吃下去 联合国上可以讨论 扣押非法石油物资 以他现在的处境 很难扛得住他 主子之外的国际舆论压力 不要忘了 这个月还在斡旋的 是弗兰克 说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核心就两点 一是确定战争发动时间 二是 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 该怎么利用好 之后一段时间的 国际舆论爆发器 敲诈阿美利加是很难的 但是敲诈不从军啊 不管是不列颠 还是窝奴 都有很大的概率 毕竟这两个国家的抗压能力 根本不可能和阿美利加 相提并论 连1%都谈不上 张浩南没有 针对某个化工此相 不管是高分子 还是说石油化工 他不做具体判定 这些是根据 另外一批国家队 需求来看的 哪些概率大 哪些没有意义 张浩南又没有 全国科研进度数据表 自然没必要 确定哪个领域 这场会议的生动 活泼 现实 让金毛老汉木瞪狗呆 他全程直接眼神呆滞 本以为会说点什么 但直到会议结束 他冲张浩南 只是感慨道 张 你知道的 我其实很多商业投资 也像您和您的伙伴们 那么高效 我懂 谢谢理解 对于敲诈窝奴这件事情 金毛老汉表 献出了浓厚的兴趣 实际上 他在腊月23的时候 还专门跟张浩南 咨询过一个假设 张 如果以保护的名义 或者说的确防卫力量 升级这样的借口 是不是可以在技术上逼迫 比如说南朝鲜 德意志等等这样的国家 增加驻军维护的费用 上吊积点5%或者15% 听住 唐 如果是我的话 会是100% 我特 他们没得选 张浩南笑了笑 狗虽然是人类的朋友 但如果人类缺少食物 还是可以吃狗的 顺带一提 你觉得吃狗不闻名吗 当然不 我祖上是得意 你个老小子 掌握了精髓了呀 学习能力是真的降 应变能力也是真的降 金毛老汉突然觉得自己 应该尝试着赚点更大的钱 而且更稳定的钱 树从家族那边 他没门路 但是福特家族不一样 他前阵子 还去拜访了一下老头 您说我有没有机会成为 驻南朝鲜的大使呢 或者窝奴 或许还可以是得意志 金毛老汉耸了耸肩 这样就可以实时抓住 当地的政治走向 然后敏锐地迅捷地赚上一笔 好思路 不过既然已经选择了政治 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 我有太多生意要决定 说到这里的时候 金毛老汉一脸得意 他现在正式有了一个商业帝国 至少现在的确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帝国小了一丢丢 是在人位 唐 两人今天在崇山岛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车是紫禁科技出品 纯电动的 开起来静音又舒适 毕竟悬挂避震都是特制的 答案 金毛老汉挥甘自如 机球十分精准 比张浩南强多了 他是来产草皮的 到晚上的时候 欧盟内部在巴比伦尼亚共和国的问题上 直接分裂 这种没有政治主体 民族主体 甚至也谈不上经济主体 文化主体的松散联盟 形式上的平等 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 更何况这次会一大声狗叫的 是不列颠代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个词蹦跌出来的时候 德意志人表示 他们在一战就开始用毒气了 巴比伦尼亚共和国有没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谁能比他们懂 然后正米自其的老伦敦 一连比一地表示 战败国闭嘴 弗兰克人当即大怒 我也是战胜国 我也是武昌 老伦敦直接脱了外套 露出了里面的白色衬衫 并且表示 今天出来的太匆忙 只好借用弗兰克的国旗荡衬衫 讨论很激烈 激烈到 拉越25的意志人 进一步跟莫兹格方面讨论 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九的 天然气管道项目 这个项目 就是后来北溪一号 然而拉越25的示威 拉越26就熄火了 因为德意志内部 居然冒出来一个声音 这个项目 是对大西洋环境的重大挑战 不是德意志人精神分裂 而是前几年经济危机的时候 大西洋对岸 就是这么统一枚剃口径的 北溪一号 已经不能用好事多磨来形容 之后的北溪二号 会给人带来更大的震撼 当然 此时德意志人 做出了一个更大的辈分 那就是把能源大户 进一步往东迁徙 远离欧洲 这个是非之地 顺便赚更多的利润 至于民众 娶他妈的民众 老子是户恶不圈 寡连掀齿的普鲁士军官 荣克贵族 张老板虽然远在中国 却不知道他去年的出国访问 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变数 本来得意志老公业区的能源大户 并非全部都要搬走 除了当时的法案 柏林方面各方面势力 都还心存幻想 而这份幻想 因为不列颠人在欧盟框架下的跳反 直接被击地粉碎 战败国闭嘴 不是一种隐晦叙事 而是老伦敦贝勒爷们的直言不讳 于是中立的产业巨头 以及过去唱了十多年反中调子的东德废物们 都难得保持了一致 在1月30日 也就是中国的小年夜 在原本的产业转移基础上 再增加了270% 接近三倍 涵盖了全球产业链中的56% 从产业巨头到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甚至是家庭作坊 都囊括其中 尤其是工作室类型的金工 艺术类有个一篮子协议 跟意大利的商贸协会 组成两国中小型企业投资协会 SF集团承担了其中29%的招商引资落地工作 当然也包括了路眼 因为此时整个欧洲在产业解释 技术宣讲是长解不上 SF集团仅次于花瓣公司 只不过后者专精通信技术领域跟SF集团 做国际平台还是有区别的 得意之人没得选 他是能源大户 但想要保证能源主权或者说能源独立 可能性基本未灵 那么其所在的超级企业 只有两大基本选择 一 北美的市场不能丢 二 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产能避风港 后者是保证得意志一定经济主权的保险 所以 哪怕东德废物们 也不得不面向东方 不得不这么做 产能转移出了利润 在一定程度上 就减少了能源风险水资源风险 从宏观上说 就具备了跟殖民宗主国的溢价权 当然这是对外 如果回到欧盟内部 提前布局的得意志人 会有更多的力量来整合内部事务 吞并小国家的同质化产业 只是时间问题 张老板对这些一无所知 欧洲事业部给总部疯狂发传真 打电话的时候 他正在企业团员饭上 跟员工们吹牛逼呢 老板 听说潮后要盖汽车厂啊 工资怎么样 比电瓶车的工资要多个几百块 起薪会不会直接三千啊老板 造汽车要资质的吧 对吧 老板 工人们吵吵嚷嚷 都好奇地打听这事情 因为庞蒂亚克这个牌子被买走 外加火鸟的外观专利 以及跟科迈罗 同款底盘 动力总成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财神爷 要造自己的火鸟 松江的金融圈 做汽车零部件的诸多供应商 也确认了沙石战略部 跟他们接触过 在台零部件的加工设计 但是正经下的订单 暂时一个都没有 同时各地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单位 也跟当地的市政府 反映过这件事情 因此 有些政府班子 就以为财神爷 想要买成用车生产资质 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张浩南说要造航空母舰 也不需要搞什么资质 政务院会发特许的 倒不是说硬要给张浩南特权 而是张浩南 以及张浩南麾下的沙石系 完美符合中央的经济构成设想 但衣食住行这几样 沙石系的总消费 跟同体两企业比起来 大概超了四五倍 原因就在于 其中两个大头 住房和出行 沙石系买地不囤地 员工福利房项目 虽然低调隐蔽 但事实上存在住 并且还运行得不错 卖地钱 认真来说 甭管是沙城市政府 还是健康市政府 甚至是京城市政府 那都是已经收了的 剩下的 关政府屁事 市面上的开发商光靠卖房子 能挣几个钱 卖地才是大头 根据沙石系现有的配置 按照员工贡献度和资历 从新年开始到明后年 会是一波分房小高峰 有些数据 省府大院是料如指掌的 比如说 沙石系的适龄适婚青年 比如说家庭学前教育 适龄儿童数量 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数量 这些数据算一下 需要的房子数量 很好算 沙城市政府 从沙石系身上 白嫖了一所高中 一所初中 一个超级小学 一家医院 这些都是不会长脚跑了的 其余超级市场 办公大楼什么的 那都不值一提 上账本的资格都没有 去年仅从沙城 健康的神僧地区来讲 沙石系的员工战斗力 消费力非常惊人 神僧地区的税务工作 从来都没有这么轻松协议过 反馈到婚姻市场 那就是嫁男 只嫁金桥男 娶妻直娶子金女 隐形福利再怎么藏 那也是藏不住的 因为上岸的职工 扣掉住房 教育 医疗这大三样 剩下的都是钱 家庭实务支出 每个月占比连8%都没有 更别提什么20% 别说什么恩格尔来了 怀疑人生 恩格斯来了 也要落泪 沙石系技术港的班组长 现在的追求就两个 一是签终身合同 可惜这不符合规定 国家不允许签卖身器 二是谋求自身价值提升 可以是挣钱再多一点 也可以是级别再高一点 总之就是想要进步 混子不是没有 但沙石系港为津贴 一集一个样 拿到年薪百万的 住房都彻底换了画风 而且并非仅限于高管 高级工程师 高级技工 产品经理 跨区车间主任 管理层 技术港 一线工人 非常齐整 因而 每新增一个产品线 或者商品生产基地 绝非只有外界政府 资本疯狂打听 沙石系内部跨公司 跨部门的打听消息 也非常频繁 年底吃团圆饭 就是开口直接问老板的好机会 我造汽车 还用资质 我先开场又怎样 别人乖乖把生产资质 送到我面前 张老板充员工们装逼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 还有刚才哪个傻卵说的 涨个几百块 拖出去吊起来打 老子都造汽车了 岂不加个几百块 哈哈哈哈 哄笑声响了起来 这时候刚好装红包的小推车 推了出来 高层们都是起身 准备开始忙活 派红包是高层 每年必做的流程 有些人刚升上来 就由丁勇他们带着做 今年看过怎么做了 明年去外地组织团圆饭 也就有模有样 老板 不会起薪五千吧 急傻啊呀 哪怕起薪五万 轮胎都没看到 问之卵啊 过完年 先要看看地盘的 差不多了 内部自然会有招聘通知 一看大老板破天荒的保密 不少熟悉他脾气的 顿时兴奋了起来 实际上 大多数班组长 车间主任 这时候已经激动了 能让大老板不急着公布 这说明待遇绝对吓人 普通内部招聘传出去 都不知道多少人 打破头想要进来 看样子 这次是大老板亲自挂摔啊 那个庞迪亚克 难道真有这么牛逼 不过见多识广的沙士员工 也没觉得 北美产的汽车 有多牛逼啊 还是BBA看着要雕一点 直到开始派红包 高层客气气笑脸盈盈 对每一桌的员工 都表示了感谢 感谢过去一年 在桌各位对公司的贡献 如此云云 大家心情都不错 主要是 红包又多了一张 比去年强 带小孩和家属的 基本就是确定 要扎根沙城的 各处方言都有 但没有因为老乡见老乡 就凑一桌 还是以各车间 工断 办公室卫单位 正月里才是老乡会的主场 初七初八之前 甚至是元宵节之前 都是 上岸拿了福利房的 会特别得意 满年线小孩就近读书的 稍微的一点 剩下的都是新员工老乡 一个个只配羡慕 不过小年夜晚上 一位团圆饭上的小插曲 秃头老汉虽不说话 还是跟以前的老下级聊了聊 让他们过年的时候 抓紧时间 去给张浩南拜年 因为未刚能感觉出来 张浩南很想将庞迪亚克 投放在外地 而不是留在沙城 这他酿得怎么行 所以到第二天大年夜 都忙着除夕佳节呢 这老东西 还坐着中巴车 流窜好几个乡镇 以及市政府家属楼 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完完全全地让人了解到 老师常 不会吧 张老板在神通广大 他也没有造过汽车啊 他买了外国人的牌子 就算也买了技术 想要投资投产 哪有那么省力 老子是来跟你分析的吗 入嫩酿的 老子是来通知 这是通知 嫩枝棺材 要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 弄坏了这桩事情 老子让嫩不得过声 骂骂咧咧地 秃头老汉 不再废话 他还要去隔壁一栋楼 找另外一个人说话 起身之后 将帽子一扣 侧身回头再次说道 摆清楚自己位置 打嫩娘个关枪 做了几天办公室啊 连说代骂了一通 魏刚带着小赵 直接离开 来去匆匆 让被骂了一通的 市府干部 挥头土脸 关门的时候 冲房间里来 他这儿过年的父母 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魏市长 还是这样煞气十足啊 这过年了 还说难听闲话 也真是不挑日子 老太太抱怨归抱怨 却不敢当着魏刚的面抱怨 兔头老汉眼里 男女都一样 生平喷哭的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不计其数 他追求一种极致的效率 很难让大多数人适应 接受 跟不上他步调的 淘汰率也高得吓人 不过除夕这天 魏刚的一通高密度拜访 倒是让沙城市政府 了解到事情的重要性 虽然都怀疑 张浩南是不是真的要造汽车 但是最终 还是违心战胜了理智 去他那样的合情合理 过年不信财神爷 信谁 老板 维州副市长的电话 接进来 好的 除夕当天忙得很 整个上午都在接电话 过了中午就会消停下来 就在于 整个下午都是团圆饭 到晚上 除了自己要吃年夜饭的 凡是没有回老家的 都是老规矩过各集体年 大家一起吃年夜饭 然后听春晚 没什么人看 要看也是看熊猫星球这个卫星电视频道 今年也有春晚 不过并不面向全球 而是面向亚太地区 因为早早宣传了民俗未主 比如 音歌舞 船歌 浩子 妖鼓等等 熊猫大陆 上讨讨论也非常热烈 最重要的是 熊猫星球是唯一没有错开大年夜的春晚 这让不少熊猫大陆的牲口们产生了误会 以为浩南哥牛逼 实际上并非那么回事 主要是因为熊猫星球还在市运营阶段 也没有资格参与重大政治任务 体量太小 根本影响不到什么 互联网的网页端用户非常少 跟电视用户比起来根本没法比 同时想要收到熊猫星球频道 得有个收信号的锅 或者就是地方有限电视台交钱开通 如果没有锅也没有交钱 那就只能是沿着国土边原地带的家庭 才能收到转播信号 基本上跟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地面战信号 转播10里息息相关 没有应答战 那也没办法蹭一下熊猫星球上的节目 虽然熊猫星球能开150个到200个频道 但是总用户量高不到哪里去 大部分合同还在谈判 只有豪金奥、东南亚 中亚开展了业务 这就导致能看到熊猫星球节目的 主要就是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 并且西北地区的信号更好一些 原因吗 就有点幽默 因为当年前 苏联在境内建立的卫星电视系统 基本上所有边疆区 都有非常完善的应答站 转发Q波段信号 所以 今年任卫号南哥及其牛逼的 大多数都是西域的兵团子弟 反倒是东南沿海地区没感觉有啥 毕竟这里已经长寸各种频道 沙城这里也是可以看熊猫星球的 原因吗 当然是秦氏川秦台长 很有魄力地加强了一下有线电视业务 每个月 只要交了有线电视的钱 就能看熊猫星球 熊猫星球目前有五个频道 电影频道 电视剧频道 音乐频道 综艺频道 以及纪录片频道 今年春晚就放在了综艺频道 中午开始暖场 一直到大年初一的凌晨六点 因为没有政治任务 所以基本上就是 怎么热闹怎么来 闪北妖谷 这种上了规模就气势恢宏的表演形式 早早就宣传过 在兰陵王府 也有表演 算是玄鸟文化的诸多节目名片之一 同样的还有鹰歌舞 北方基本不熟悉 但类同在海带省也有 海带省的央歌舞 跟鹰歌舞很像 也是以水浒人物为主 这种对当地人很普通寻常的表演形式 在沙城人看来 那都挺有意思的 热闹还带着一点刺激 熊猫星球去各地采风民俗文化的拍摄内容 现在就是剪辑成了半采访半纪录片形式 在综艺频道播出 张浩南跟维州副市长通电话的时候 电视上还在放着黄河岸边 一群精壮汉子排练妖谷的画面 张总 给您拜个早年 太客气了张市长 也是巧 再过一会儿 就要去赶厂员工年夜饭 算是个本家 稍微寒暄了一下 就进入到了主题 维州的副市长 之所以除夕这一天还要加班 也是迫不得已 之前海带省的大白菜出口毁丹事件 由财神爷兜底之后 已经出现了第一波转机行情 那就是南朝鲜方面 紧急需要5万吨整颗大白菜 其内部现在多个城市 急缺整颗新鲜大白菜 不仅仅是需要过冬直接吃 几个城市的地方财阀 组织辣白菜腌制活动 发现原材料完全不够 一开始还以为就是本地没有 结果稍微打听了一下 是全国都没多少 所以南朝鲜方面就紧急想要进口5万吨 价格非常漂亮 可惜大家都在过年 不管是普通农民还是种植大户 现在都在过年 都不可能给你组织人手 仓库地窖的确都囤了不少 地里还有捆扎起来被雪埋了的 但谁去收 财神爷给的钱那也不少了 老子大过年的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吃顿饺子不香吗 尤其是张老板还倒通了一万来吨马交鱼 到海带上的农村 供销合作社 准合作自然村 建制村 这是一点心意 半卖半送 三十拉月一起热闹热闹 乐呵乐呵的年货福利 于是压根没人再去琢磨过年的大白菜 吃饱了 撑得再折腾这玩意儿 南朝鲜方面 台价已经到了一顿三百八 还是没人动弹一下 也有心动的 但一点点的量 万把斤算个屁 跟五万吨的紧急订单完全没法比 此时整个东亚地区 有这个实力 在这时候紧急调拨五万吨卖到南朝鲜去的 除了中央和国字投运输物流公司 并且还是有农贸运输经验的物流公司 只有沙洲物流 沙洲物流也不会在国内折腾 之前就在南朝鲜仓库囤好了货 露天堆厂也有七八千吨的整颗白菜 货船上还有两万多吨 所以南朝鲜方面想要货 交付了自己去提就行 只要钞票到位 一切都好说 就是价格非常离谱 海带省冬月均价是一吨两百四十块 张浩南给南朝先生先进出口贸易公司 挂的价是两千四百块钱一吨 也就是十倍 简单粗暴 这个价钱还没人知道 不过马上就要见报了 因为南朝鲜方面 还冲中国的大使抗议了一下 外交部没敢打电话给张浩南 赶饭见 张老板是真赶三月份登门拜访 带着谁走谁 于是 这批紧急订单 货值从一千多万 变成一亿多 今天上午才传回海带省的 直接把人给惊到了 而当初因为有内鬼 导致江右 中原 淮西三弟也跟着过来蹭吃蹭喝 让人回想起来 就多少有点不爽 所以 上午收到消息 维州富士长当集 不想再来第二回夜长梦多 他这买卖 可比大白菜金贵多了 维州跟紫金科技 两江工业大学 健康理工大学 健康工业大学 以及各个相关实验室 在维州柴油机的一款机型上 改造出了代号为 夸富一型车用柴油发电机 或者说增程器 改造路径跟GM公司的 E-Flex类似 但并不同 而且E-Flex 技术还处于实验室阶段 测试也基本没有 仅仅是实验室运行了一下数据 再者就是 GM公司用的是汽油机 在汽油机增程器上 另有夸富一型币 这是两江省科技厅和紫金科技 无家农机 沙州物流 以及各相关院校 研究机构 另外合作的项目 整车实验室生产的 目前只有夸富一型 夸富一型币 还只是实验室上台测试阶段 维州柴油机 对这个项目是很感兴趣的 像以水重工 彭工集团等等 华东工程 设备生产制造企业 也打算试一试 乘用车可以不碰 但商用车 货车 还是值得一试的 尤其是夸富一型 得热效率不低 衍生出来的1.5升排量增程器 油耗大概就是1.0升的水平 动力 低速扭矩 平顺性等等 这些都是天然优势 之前维州市政府 没想参与投资 只想合作 但是跑去GM公司 考察过F1这款 租赁用电动车的 驾程感受之后 维州市政府 打算赌一把 钱肯定是没有的 但夸富一型的专利 可以完全转让给车企 至于说 维州柴油机 跟维州市政府之间 怎么谈的内部利益交换 那就不是车企要关注的 虽然这个车企 现在还并不存在 但是 维州市政府 非常想要落一个 车辆零部件供应基地 由维州市政府 副市长组的研讨团 去年带着科技局 跑遍了省内车辆 相关产业城市 企业以及科研院校 最后认为 在没有变速箱的基础上 增程器将是重要零部件 围绕夸富一型 维州市政府 打算在本地中等职业院校 开展增程器 维修检修保养专业 只要能卖出去几千辆车 足够养活 新增专业职业教育班的学生 至于更鸟远的事情 张富士长没有去想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事儿 整个维州市政府领导班子 都藏得很严实 别说外省了 就省内 除了维州柴油机 就只有以水重工 和齐州二重 寥寥数人知道 到现在都保密得很好 跟大白菜那事儿 完全是天上地下 张总 我们维州是个人口大事 但各方面工业配置 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张总将来要为我国的车辆 是液发展出一份力 我们维州市上上下下 也愿意助张总一臂之力 虽然是在拍马屁 但升华了 于是这个马屁让张老板很受用 他就喜欢这样的鳄鱼吹捧 令人愉悦 令人身心健康 再说了 大过年的 说点好听的 肯定是好的 张士长 其实呢 我就是想先造着玩 你也是知道的 我那个沙洲物流 车队规模非常大 随着城市内部的物流运输发展 小货车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 但是很多改装 那些厂商根本不搭理 我就琢磨着 不如自己造点小货车 让沙洲物流的兄弟们 也舒服舒服 听到张浩南 只是没事干造着玩的 我一周富士长脸皮 都在抽动 不过他忍了 这不算什么 毕竟才神严 大过年的 卖别人大白菜 2400块钱一吨 这样的事情都干了 还有什么不能呢 有钱 任性 并且他乐意 夸腹一行币虽然上不了手 但既然夸腹一行 是自家这边出的 张副市长怎么地 也要幻想一下 不怕一万 就怕一亿 还怕十亿 更怕百亿 没办法 他去过南郊区的 那家伙 那真是锣鼓喧天 鞭炮齐名 一百亿的大场面 太刺激了 他琢磨 维州市也来一个 有错吗 人得有梦想 万一年寿 就来维州了呢 总不能到时候 就放到风筝吧 虽然本地的风筝很好 但张副市长 更希望本地的柴油机卖报 经过十来分钟的 低资太刘虚拍马 乐于奉承 张老板心情越发的愉悦 然后高兴地说道 张市长 这样吧 年初把我开业 您要是有空的话 不如来一趟沙城 参加一下我的开业典礼 有空 有空 我到时候一定到场 就是不知道 张总是您名下什么单位开业 请去用品试生产场 他的性 க auth 高兴地试生产场